幸福幸福好时光 好今天给你介绍一本好书 我觉得读了会变聪明 他就是周冠南教授 周教授你好 你好大夫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长期买进这本书 周冠南的42堂自治力投资课 这本书我看了的感觉 就是说肯定会让你变聪明 他让我想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 那我很早很早以前 我是读那本书开始开窍 而且开始理财 可能现在应该也快绝版了吧 或者已经绝版 叫做聪明的傻瓜 他讲的就是行为经济学 你在这里称为是财务行为学 事实上很类似 还有心理账户的问题 那周教授这本书呢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一下 不过每一个人都集中在你的马沙拉帝 你讲一下个人的理财史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因为我们从那个行为学里面 很早就发现说人是比较喜欢听故事 不喜欢听数据跟统计 因为数据跟统计是历史 应该讲说他经过痛苦学习而来 但听故事是天生的 那那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觉得也蛮好的 但我做了一个 无意中做了一个社会实验 因为我去买车嘛 其实那台车是我儿子非常喜欢 因为行到小男生对这种车就非常的有心情 你儿子是几岁了 我儿子是国二 国二他凭什么决定要喜欢啊 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不错啦 他没有决策权力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本来要去看双B嘛 我其实本来是要买双B的休旅 那后来他说他比较喜欢这个 那我自己也不排斥啦 那挂牌的时候 那个销售员就说你要选什么号码 我忽然灵机一动 那就不然就挂0050吧 因为这个我投资二十几年 我觉得回报率还不错 收益不错 然后后来呢 我就有一天在台北火车站地下室 刚好这么巧就停到056 就是0056的高股CETF的代码 我就拍一张照 给我元大高层的同学 大学同学他元大 他就说你这个太经典了 我找人采访你 就元大就有人跟我联系 就这样子就传开了 你的车牌是0050嘛 对不对 然后刚好停在0056的车位 对对就这么巧 都是同一家公司 元大一定很高兴 那就从此就媒体就一直争相报道了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都会简化成说 我投资0050报酬率很好 然后致富买马沙拉底 我觉得不对 因为我没有致富 先澄清 因为他其实物质报率很好 但是你要真的要本金很高才够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对马沙拉底不够了解 马沙拉底多少钱 他大概是 那部车是Levante 大概400多到800都有 它的range很大 就看你怎么配备 因为我知道在故事之中 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大家看不到中间那种 就是慢慢累积的成果 会看到最后那一个TA出现了 所以他们大家都会讲说这个是一夜致富的故事 我说没有我撑了20年 然后呢我也不是把0050卖掉去买马沙拉底 他们都会这样讲 但是其实我是贷款买的 还是贷款 因为贷款率率很低 我一年多钱买 如果把0051卖掉 现在又亏了 所以其实长期留在市场还是重要的 其实我完全 我看完这本书完全赞同周教授的看法 也就是说 如果你存ETF 为了是去买一个东西 这不好意思 他还是打断了你的长期投资原则 你买了就没有了 是是是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 除非必要你的持股跟持债部位 不要轻易出脱 好那样自己平常收入的现金流 紧急的时候就贷款嘛 因为现在贷款率率其实不高啊 但市场报酬是好的嘛 其实周教授讲到马沙拉底贷款 我就想到我所有东西都有贷款 为什么现在不贷款呢 对不对 只要你在现金流瞧的过来 然后你付得起 现在的状况是不管你的贷款利率是 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央行在解决的很大问题 就现在不管你要打房 可是无论如何 就算现在到了2.5%的利率 我觉得通膨也盖过他呀 是啊是啊是啊 其实台湾股市长期的报酬大概是8到9 那如果贷款利率是在这个金额很就很低的话 也就远低于这个数字 其实你贷款是没有伤害的 但是一般人很怕负债啦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金额账户 对 其实那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很斤斤计较于有没有负债的话 你就会把就是一个负债一直放在心里一块大石头 其实如果是这个状况我都见过他说你如果在这里怕 那你就真的全款买好了 可是财富大概不会增长 不会成长 对我常跟我的受众讲我说请各位想想看哪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借款 大家都是用别人的钱在赚钱嘛 那你为什么傻傻也这么坚持一定要用自己的钱来赚钱 我讲的话可能比你狠但绝对是事实 我说你看看那个路上最华丽的大楼都是谁盖的 答案不是金控就保险公司 那请问金控跟保险公司用的是谁的钱 他自己的吗 当然不是啊 没有那你的钱 没错没错 我书里面有提到其实银行业他93%的钱都是借来的 他自己钱就有7%啊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他只要能够创造更高收益 那像刚刚您讲的他现金流嘎的过来 那为什么不做呢 其实我都觉得我很保守 我的负债比远远低于四成 就差不多就是四成 那就一定盖得过来啊 对不对 当然啦 如果你这个手上的每个月的收入不足 然后你要去搞一个八九成贷款的房子 突然你断催了 那你就会很有问题 没错没错 好那周教授他的战利品是马萨拉第一定不止啦 但他说这也是觉得说可以了 我的积蓄有够可以买 他这个书上我念给大家听 就随着台湾 因为当时真的只有0050可以买 追踪市场的指数0050在2003挂牌 你就开始了啊 这开始的很早喔 然后呢也是每个月买进对吧 我就定期定了 对定期定了 像我是每个月五号 我就是管他怎么样发生股灾 发生地震大难 国际战争都一样买 因为你不用去伤着脑筋嘛 然后呢 这20年来的总报酬率550% 听起来就很可怕的 这是单笔投入20年 然后呢 这是单笔的 可是定期定额 没有到这么多 我澄清一下 因为这个是元大他们在上市20周年时候 邀请我去等于是帮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嘛 因为我是长期投资人 这个确实是你算出来的话 单笔你一开始就投 一直到2023年20年 那个是5.5 55%没有错 550% 但是如果你定期定额算过 大概是两三百之间 要看你投入的时间 因为你定期定额不是第一次 当然当然一大笔 对不对 可是其实如果那个市场起伏很大 定期定额会赚比较多 这是我的经验 如果低点买进的话 就是平均这样子买进 但是因为你投入时间不是一开始 是中间慢慢进去 定期定额你可能一次一百万 但是我 就是单笔投你可能一次一百万 定期定额我可能每次只有一万一万 所以我的一万本来就不能跟你那个一百万进去比 那不能比的 那我这边举个例子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就投入的话 20年确实是550% 是你看 所以一看就知道说 其实长期是有它的这个效果 我大概做定期定额开始 我算过了 其实大概有7% 平均一年吗 就是如果用20 我是用2012到2024开始 有有那有有7% 算起来也是好几 就是没有那么多倍 大概是两倍多一点点 所以最近是市场是好的 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 定期定额 我觉得20年两三倍是一定有的 是是 其实我是一个好奇的人 所以幸福好时光怎么样 大家应该对于周教授 他的0050后来买了马沙拉蒂 应该这个是媒体上很好的故事 而且是一个真的故事 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投一笔定额的钱在0050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都会跟你说 你尽量不要投定额 你还是定期定额会比较好 对啊 定期定额其实是一种有纪律的投资方法了 所以我跟人家讲说 如果你受不了想要短线交易 你是一部分钱去玩 你不要全部 那大部分应该是定期定额长期投入 那你自己再做比较 好那我最近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我妹妹 亲妹妹 她过了10年 我就说你自己是 她以前是短线交易者 她最近跟我说 她决定把她主动部位全部出清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跟我讲40年 10年过去之后 我发觉我自己扶也不贪较多了 我发觉好累 那我干脆就是闭着眼睛 然后继续买放的就好了 其实这故事我大概也是很多年前就发现了 我没有比较聪明 没有错 而且我只要看到一个人说 他想要打败大盘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哎呀皮肤之用 皮肤之用啊 对不对 我给大家一个想法 因为如果我们是长期投资者 我们拿的是市场平均 好那一定会说 那你为什么不想超过市场平均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主动投资赢市场平均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另外一批主动投资人输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觉得你一定会赢 而且你一直会赢 好但是我平均 我绝对不会输主动投资 我就是 其实九成以上的主动投资都是输大盘的 对但是很多人是想不清楚 就讲数字很难懂 统计也很难懂 之前 Box 巴菲特有跟别人打了一个赌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好像是说拿一笔钱嘛 100万还是50万 应该投指数嘛 对对对他就他就撒投指数10年 然后然后跟 赚了一笔就杀出 但是后来还是发现 如果你可以就是直接投指数 或者是像 就人家那个ETF就是 从指数中票选比较好的东西 给你弄成一篮子 那其实你还是长期的赢家 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跟我说 他当初赚多少的时候 我的眼神都是透露着一种讯息说 咱们就慢慢等着瞧 因为你赢一时不是赢啊 对啊 没错 而且通常大家都是赢的时候 才会跟人家讲 输的就默默飘走嘛 这是事实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有沒有发现你身边的朋友 投资个股都赚钱 只有你在赔钱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没有把全盘的实话讲出来 是是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 我赚了两百 就是赚了两倍 那我们就很大声的说出来 可是总是有亏的啊 对啊 没错 就是好像那个 这个就房子 很多人会问我说这边房子可不可以买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可以告诉你啊 我如果这个我自己的公司 如果交易时间呢 我会赔一间哦 那你如果要跟着我 你就会跟到那一间 虽然我觉得我失手率已经算低了 可是还是会有产赔的时候啊 当然当然 所以不容易啊 主动投资真的很不容易 那人不如自己想象中理性 有没有一个问题 可以 你有考学生这个问题吗 好啊 然后来考一下大家说 为什么周教授会这么说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红酒 所以我课堂都会问同学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你想喝一瓶酒 是你很久以前买的 它的成本是两千 那各位知道好的酒会增值吗 那现在增值到五千了 那你想喝的时候 你其实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付五千块 跟酒商买一瓶 一模一样 跟你酒柜那个一样 但是你钱只花两千 第二个呢 就是你从酒柜打开 拿一瓶出来 打开喝掉 那这个问题我先解释 从理性的经济学来讲 这两个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机会成本 现在就是五千 可是很惊讶 大概超过 远远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都会觉得他喜欢从酒柜拿出来 打开喝掉 那这个心态 从行为经济学 或行为财务学的角度 很容易理解 因为当你从酒柜拿出来 你还会觉得说 我这瓶酒只有两千 现在五千 我还赚了三千 我喝了三千 那有可能 其实喝酒都是消费 那我就会继续问 我说那你如果觉得不一样 我再问你 你跟酒商买一瓶喝掉 那酒柜那瓶没有不见 那你从酒柜拿出来喝掉 酒柜不见 要补的话 请问是多少钱 不就五千吗 对啊 所以可是这心态就很妙啊 就造成大家不是完全理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教授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意思 大家也更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常问那些 比如说问那个人家 他就是说你现在你有五千块 一个是赌博 就是 西班牙迎来的 那 我知道 你应该知道 然后 一个是 你辛辛苦苦打工 一个小时两百块赚来的 现在你应该要先花哪一笔钱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除非他看过了行为经济学 或得那个书籍 他一定会说是赌博来的 为什么 因为明明都五千 都进了你的账户 长的都是孙中山吧 可是大家会觉得 那个好像是 比较容易 就是不义之财 要干嘛先花掉 所以台湾人就说 不义之财要花掉 然后讲完这个之后 就跟他说 那你现在觉得 不义之财要花掉 很正常 对不对 那想想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的话 如果 为什么他们平常不理你 尤其青少年的时候 可是要上街买球鞋 他就会跟你去 因为他的心理账户是觉得 我自己辛辛苦苦打工赚的 或从零用钱转的 那是辛苦钱 那同样一双球鞋 五千块的话 跟你拿是不要钱 那想想看 以后你的遗产会怎样 所以我说 我们还是要努力 把钱花掉 不然以后 我们的钱 在别人的心理账户 不一样 对 这个你提到一个 很好问题 其实心理账户 在决策也常常出现 明明都是钱 你就分门别类处理 就会做出不好的决策 对啊 我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 有很多家长 他会把钱放在定存 当留学基金 这个时候 他又跑去贷车贷 那这不对啊 因为车贷利率很高 不会比定存低 一定比定存高 那这时候你应该是把 那个定存解约去买车子 可是大家不愿意 因为他怕这样以后 小孩没有钱念书 我说你先解约买车 等到念书再贷款就好了 你干嘛现在贷 因为你可以中间省下那个车贷利息 那很多人才会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就是心理账户 是因为你把它放在两个账户里头 然后你的决策就不理性 多花了很多钱 或少赚了很多钱 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个概念说 当冲你就不会赢 除非你有一天冲了一遍 然后赚了一笔大钱 金盆洗手 但是说真的 你不可能不会再进去 教授讲的事上是理性决策的投资学 但是有没有学生 就上了你的课之后 他还当冲很高兴 来呛那个教授说 教授我赚了多少钱 有没有 有啦我跟你讲 我们很多学生 其实听完我的课 他还是在做短线 而且他都跟我坦白 因为他就说 他就是受不了 他就想事事手继 他觉得你这样赚太久 太慢 他没有命等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当冲赚钱的 从学术研究是1% 有没有人赚钱 有 但是那个是少数 大部分是赔钱的 而且人家都是赚钱 才会跟你讲 那请问一下 如果是当冲99人 输一个赚钱 谁会出书 赚钱的人会出书 然后在这个书店里面 摆在很显眼的位置 大家都觉得说 我应该要学他去当冲 这个叫代表性偏误 99个书的人 他不会出来写书 因为不好看 那那个人出来写书 你就觉得当成很容易 他把他的幸运当成的原则 对啊 所以这个我常常讲 用个案来否定通则 这个是错的 我们在课堂上常遇到 用个案否定通则 我在广播生涯常遇过 因为我们会收到各出版社的书 有一段期间 理财作家特别的多 什么我用 比如我是单亲妈妈 然后用这个 假设只有40万 我滚出了4千万 那你只要敢用这个标题 通常会卖的很好 那你觉得大家期待的是什么 他期待六合彩 就我一直讲 你如果把林书豪的传记看完 知道他怎么打球 学他打球 另一阵子找他出来PK 请问谁会赢 林书豪会赢 因为他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你看了那样的书 你也不会变成他 因为他可能有他的能力 或者他降到他运气 可是你有吗 你不是看了一本书 就会变成他 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当时我收到了一堆 理财专家的书 那个时候是牛市 牛市时 谁不会赢 所以他就把自己讲的 非常非常神奇 那很可能他开始做理财 也不过三年五年 就这样子 他就开始写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到底 就是他的理财正不正确 绝对不能用那个一两年的时期 突然放空了你赢了 后来也有那个 胖胖自己结束生命的 李佛摩 那也有说 他这个 有的人呢 他是就在整个牛市都赢 有时候牛市好长 所以他赢得还蛮久 但一次两次 他就黑天而来 他就覆灭了 没错 这种例子也蛮多的 大家都把特例当做通责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请不要把特例当通责 那么给投资小白的建议 周教授还是说 那你就选指数型的基金 指数型的ETF 现在已经都股票化了 你高兴买几股都行 很容易 很容易上手 不过前不久的黑色星期一 就两次了 就是一次大跌 那我后来发现说 人的耐心还是最难讲的 就我有一位医生朋友 他真的是从疫情开始 就存了一些钱 就是慢慢的 比如说他还投蛮多一个月 也许可以投个一百万 就在那个黑色星期 那天不知道跌了几点 有没有上千点 最多上跌了一千八百点 对一千八百点 然后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 我一紧张 把我这些年那个存的股 就两三千万 全卖了 我说 哎哟喂 你不是就说这个是要做 退休长期的吗 那你现在卖是要重新开始了 那他就说我会等的更低 结果没有 后来马上就弹回来了 所以他就损失很大 其实说真的 经济学也有他的有机可循 当然大跌之后 未必真的会弹回来了 要看那个时候的国际趋势 可是现在是一个 就以美国而言 他是一个降息的 大周期的刚刚开始而已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循环 有时候很难预测 最好就是说 你的投资我讲长期买进 经过几个循环 那不管中间怎么波折 其实他终究是会往上的 我抓的是这一个趋势 而不是中间的波动 因为我自认为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抓波动 那当然从学术研究 有很多这个专业投资人 是赚钱的 这个确实是有 可是他的本业就是投资 但是你的本业不是嘛 那你怎么觉得你会赢他呢 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用侥幸来赢一个专业者 这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心理 那么你刚刚你说的就是 如果选指数型的基金的话 不是基金 指数型的ETF 那么事实上像0050或0056 台湾人非常执着于高配息 但是明明50就是比56用长期来算 那绩效好啊 我解释一下 因为台湾人就很喜欢看高股息 或者高收益 这个我们财务行为学 叫做框架效应 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名称 你就跳进去 其实你没有真正了解 他的报酬率的来源 是不是会 或者是真的会比较好 那我举个例子解释框架效应 这很经典 我问各位听众 有个这个手术 成功几率是90% 你要不要做 大部分人会说会 我要做 我另外一种方式讲 这个手术失败的几率有10% 你要不要做 很多人就 哇实在好高 大家就看到那个失败 但是你知道这两个问法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我用正面表述跟负面表述 你的感受不一样 你的决策就不一样 真要听的是好听话 对不对 所以回到刚刚 我们这跟商品有什么关系 我讲高配息 你就觉得 这个是可以赚很多钱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任何资产的报酬率有两部分 第一个是配息 第二个是资本成长 好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你只要有基本的复利概念就知道 配息拿走了 你永远就只拿单利 对不对 因为复利不会利上滚利 但是如果你不配息的话 利是不是流上去 继续利上加利 这个就有复利效果 复利效果是很强大的 所以这些事情你如果搞清楚 那你应该是尽量 尤其在有工作 有现金流入 有薪水的时候 尽量不要拿配息 你应该让它在市场 更多时间去增长 但是很多人看到高配息 就以为等于高收益 这个是错的 因为整个收益 应该包含配息跟资本成长 但因为资本成长 比较不确定 大家会很怕 钱先拿到再说 高配息现在ETF有很多种 而且大概整个趋向往那里发展 的确就是因为框架效应 大家都觉得一直可以拿到钱 可是事实上 而且还有一年配12次 本来00560配 一年配一次来两次 是不是 对很少忘记了 后来也就跟着配了 现在最少的都配四次 那我常常用幸福好时光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看了你会变聪明 长期买进 那其实要了解这本书很简单 我说真的 国中数学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愿意理性决策的头脑 那可是呢 很多人多少年来都在重复 就错误的投资 刚刚你讲的框架的效应 其实也有个医生跟我说 比如说现在去医院 很可能做一些检查 他要用你加价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我不好意思透露 做这个检查 你有生命危险的可能是万分之一 那请问你要不要再加一个 换另外一种国外进口的药物 或什么咸饮剂什么之类的 那么病人就问说 那这个的危险是只剩下十万分之一 那所以大家都会去愿意付费 那医生自己想一想 他就说其实万分之一跟十万分之一 意思是差不多的 可是人类就一看就说 哇哦少了十倍的危险性 对啊对啊 但其实发生几率低到那种状况 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差异了 但人很妙 这就是那个趋吉避凶的心理 但如果告诉他说 比如说现在威力啊威力财或者是大乐透啊 又累积到了十亿好了 又一堆人去买 没错没错没错 有可能 我一定要中啊我要翻身啊 那不就是跟在股市赌博 股市赌博是一样的道理吗 所以大部分人都在赌博 应该也有很多人看到周教授 然后就问你说 教授 现在股票在你管啊 我可以进场买ETF吗 这个我常被问 我常被问 每一天问三次 对对对 但是我常讲一个方法 就是说12682 台股民国七十几年飙到那时候 12682又跌下来剩两千多 那三年前被突破了 现在请问谁还在讲12682 对不对 现在都讲两万多 所以今天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 这个你要相信 我一直就跟人家讲 你不要觉得现在很高 它只会更高 对啊 而且我想现在两万多点嘛 那大家如果去那个台湾证券交易所 网站去找一个资料 有一个台湾加权总报酬的点数 现在是五万多 不是只有两万多 就是说你把习加回去的话 它是到了五万多的 可是我们常常会被锚定啊 就好像说你说台积电 过了八百之后 大家觉得哇好危险 有没有 过了一千哇更危险了 那现在就是高点 我是不是要把所有东西 都赎回来等呢 其实你刚刚那句话 就是说的很好啊 它可能是未来的低点 而且现在的经济状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将棋的周期 您刚刚讲锚定 我觉得超有趣 我再举个例子 股票如果从四百涨到六百 大家就不敢买 因为觉得好高了 但是如果从八百跌到六百 就一堆人冲进去买 那其实都是六百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的毛不一样 决策就不一样 就很有趣的形态 因为你看过八百 那就好像买个股的人 还有一个迷失 如果他做了很久的话 台积电曾经有六十块 对啊对啊没错 那现在就是他从六十块开始 他就越看越高越看越高 他就不敢买 他一路从六十到一千 他都觉得贵 因为他只看到数字 没错没错 所以但是过去的数字没有意义啦 对啊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很多投资人 都会有一个心态叫解套 好就是说我股票 终于回到买进成本 我刚才把它抛掉 这很有趣 这个也是看货照镜投资啊 这也是锚定 为什么要解套呢 因为如果你觉得他很好 应该继续持有嘛 那如果他跌到你的买进价格 就算你赔了 你觉得他没有前景 是不是也应该卖掉 可是很好玩 就你的买进价 就很容易变成锚定点 就是我们都只看见我们自己的 那你这个给投资人的建议 就是说你可以选 那种比较大型的指数基金 拜托不要再追逐什么高股息 ETF还有什么国家型ETF 先谈高股息 但是现在的90%的人都在高股息 我觉得那个是 好像有配息给你是一种满足作用 可是有配息给你 你的复利效果 我就损失了 为什么大家会听不懂 这个我也是跟我们之前谈的心理账户是有关的 就像你讲我打麻将钱很容易随便花 但是我的辛苦的工资 我不会随便花 那这个跟现金是有关的 譬如说高股息 我就是拿到现金才有赚到 那我的钱如果放在账户里面就感觉没有赚到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账户 你真的让我感觉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钱不是进那个 我经历过钱是用薪水贷的时代 跟进账户的时代 感觉不一样 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多喜欢做了一个月工作 拿到一个纸袋里面有cash的感觉 后来他进账户之后 有一阵子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好像努力 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棒 我这个也好可以拿来用 因为其实钱就是钱 那你放在股票账户里面跟拿到现金 应该是同样等值的 可是因为高股息可以拿到现金 你会觉得很开心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一堆费用之后 没有用是不是要再投回去 然后就变少了 那更惨的是什么 拿到钱之后你手头松了就乱花 是啊 所以很多跟我讲说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我说没有他就是不见了 而且其实很多人分不清楚资产跟耗财 我相信你在买马沙拉蒂的时候 你心里很清楚 他就是个消耗品 没错 所以很多人说 那你不是一直叫理性干嘛 去买一个车子 国产车其实都不理性 还买到马沙拉蒂 这是个不理性的决策 我说对 但是人不要一生都很理性 因为我要对自己好啊 对不对 我有那个机会成本的算法 因为你每天都在算机会成本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机会成本也是不一样 还有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你机会成本较小 因为你会开心嘛 因为你会开心 你不会把这笔时间再拿去换别的东西 就好像你今天喜欢马沙拉蒂 你在这里面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到说 其实我也可以去做别的车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刚好是因为我长期投资才有这个底气啦 讲老实话 如果我没有投资的话 其实以教授薪水大家都知道 不是太高 怎么可能会买到这部车 所以我还是要劝大家 你年轻的时候要理性 长期投资 等到像你到我这个年纪 有时候对自己好一点 就像他就讲机会成本低开心嘛 就好啦 对啊 其实没有机会成本 因为我没有要做别的选择啊 这就好像我看到跟我一样 在跑马拉松的一群傻瓜 你们发现 你知道跑马拉松很贵耶 比如一个人在马拉松 买名额要八万块台币 不包括所有的旅馆啊住宿啊 但是我那些跟我一样的傻瓜朋友 还是都会去买芝加哥 为什么 他们做喜欢的事情 他根本就浪费钱 还浪费体力 没错没错 他的机会成本的选择的唯一在那里 幸福好时光 那个刚刚讲到马拉松 你看这些人的机会成本花的多少 如果你不是那个其中爱好者 唯一能够解释就是机会成本 他那段时间 他宁愿花钱做这件事 宁愿痛苦自己 他不愿意去做别的事情啊 他没有别的选择啊 那个教授举的是登山的例子 一样一样 你待会如果去看那个 登喜马拉雅山宫顶的书 里面是什么 充满了愉悦吗 当然不是啊 充满了痛苦 挫折 不确定性 天气的因素 结果这些人写完之后 充满痛苦的书 你看的结晶有味 而且这些人下来之后 又再计划下一次要攻哪一个山 这就是人类在做决策 很有趣的地方 是差不多 我们也常常在炫耀说 我们跑那个有多痛苦 被雨淋啊 然后再也不要来了 是是是 或想一想又去了 对对对 其实我对跑步没有那么大心 但我参加过戈壁 你会发觉戈壁他真的 对不起我讲就是一个邪教 对不对 大家都陷进去了 你也去过 我是88公里了 但其实走了不止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大家这个 喜欢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就是 做决策的时候 你喜欢的东西 脑中的多八分 那就会出来 就会快快乐 所以 但是投资要理性 这一点是我觉得 各位要能够人情人 行有余裕 你在花钱 我其实觉得人生就是 有一种东西很厉害 就是投资理性 消费你没有一定要理性 消费你就是量力而为 而且你知道你在消费 你要知道你在买耗材 对对对 就好了 对啊 其实有一种就是度假村 分食度假村 他们有一种话数 他跟你说 你买这个一年可以来几次 这是一个投资 嗯 我说不是这不是投资 这个都是消费 对你要搞清楚 对啊 但不是投资啊 因为跟你自己单次去 都是花钱是一样的概念 对 其实这有 这跟高尔夫求证类似 但度假村更容易倒 你没有买产权啊 对啊 但是 这类似的 就是 我跟他说 你买这个一定倒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还是会买 但多少年来我就看过 他就是一下子变成乌有了 嗯 对啊 很多这种例子 好那么我们进场之前要知道的投资概念 教授写了很多 还有影响投资成果的一种 就是各式各样的偏误 来我们就讲一个吧 嗯 比如说呢 嗯 好我们讲黄金跟钻石 嗯 就本质主义 对本质主义 嗯 我常讲就是说 一个东西有价值 不是因为他真的有用 好或者他会产生现金流量 那譬如说黄金好了 我常问人家 黄金为什么有价值 很多人跟我说 哦因为他很稀有 那我就会举例啦 白金其实蕴藏量 是黄金的三十分之一 嗯 那如果你讲稀有 白金应该更贵啊 嗯 结果没有哎 白金的价格在历史上 最多是黄金的两倍 现在比黄金还便宜 嗯 那所以稀有性这个不成立嘛 那其他的工业用途也很少 其实黄金生产出来 大部分是被拿来带在身上 也最妙的是 他又没有再跟美元挂钩 很久很久就没有 没有啦 嗯 但是因为大家就是对他有一种 莫名的喜好 其实说自古以来 人类对黄金的喜好 是无法解释的 嗯 譬如说他是贵族啊 皇家炫富嘛 然后怎么样都要藏黄金嘛 带黄金嘛 所以你觉得他 这也是一种框架作用 不是 这个也算 那但是其实更好的解释 应该是说 这个叫本质主义 你觉得他有价值 他就有价值 所以无法解释 嗯 所以譬如说很多的这个 呃 财务资产 譬如说刚刚那个 大陆就提到那个比特币 嗯 比特币其实也可以用 本质主义来解释 因为他也不产生现金流嘛 那他的价值存在就是 因为大家觉得他有价值 他就有价值 嗯 那其实钻石也是一样 嗯 钻石其实用途也不大 他有一些工业用途 但大部分还是被拿来带在身上 嗯 大家知道现在 那个实验室里面可以长钻石嘛 人工钻 他的成本大概就真的钻石的一半 而且品质都是最高的 是的 因为他应该就是低嘛 对啊 他就是序列是排最好 原子序列最漂亮嘛 最干净嘛 但是我就问哦 如果你是一个未婚的男生 你想要跟未婚妻去求婚 你拿一颗人工钻 你觉得会不会成功 我觉得很难 他知道我觉得你没有机会啦 他不知道你才有机会 而且我做鉴定节目很多年 就是真的有人拿假的去求婚 或者拿来鉴定 对 你可以知道 其实他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钻石 也说要过很久 老实说大家 如果做的好的人工钻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除非我们用显微镜来看 可是呢 当他知道 那个二十年前那一颗钻石 其实只有五百块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感觉是二十年的感情都被骗 对啊 很好玩 所以这个就讲本质主义 所以说实话 画也是一样 就艺术品也是一样 这幅画为什么是两千万美金 没有道理啊 他也不产生现金流量啊 那你要干嘛 都是挂在墙上炫耀而已嘛 但是 你觉得他有价值 他就有价值 而且 就像大鲁姐刚刚讲的 如果是反话 二十年之后 发觉他是反话 常这样啊 你就发觉说 我过去二十年对他欣赏都白费了 是 对就觉得 被骗了 被胖被骗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很差 对啊 那人被骗之后 其实 有两种心理 一个就是我感觉很差 几十年都糟蹋了 另外一个是不承认 我觉得不承认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 现在诈骗集团 他来骗你的钱 很多人是缴了一次 已经开始起疑 为了要把前面那笔再拿回来 缴了第二次第三次 希望他是真的 我后来发现有这个心理 就是自我欺骗了 因为他不想要说承认自己 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好 那那个教授 你从2003年开始投 其实我发现你 从1999年才回台湾任教 才有真正的薪 你算那个理性投资 投得非常早的那个人 其实说实话 我有提到我在书里面应该有讲到 我从博士班就开始投了 因为那时候有拿奖学金 可是你那时候在美国 对 我就投美国SPY 所以其实我98年就开始长期买入了 那一部分是美元的 美元账户我到现在都还在 所以我还在那边会持续买一些 就是40型的ETF 其实我的理财概念跟周教授的理财概念 其实是差不多 我也一直在跟人家讲说 你不要问他配息多少钱 而且如果配的息 我跟配息很麻烦 你要配12次息 我怎么分批投入 你通常就是给他花掉 而且你分不清楚那些钱 那除非你有规律的 你也不管他配多少 用你账户的余额 反正就是继续投资 否则你把复利作用弄掉了干什么呢 那大概只适合真的退休族群 我有两三千万 那我现在已经没有收入了 我必须靠那个过活 这个倒是合适 因为如果你需要奠起现金流入是OK的 那我常讲年轻人其实不需要 因为他还有工作 应该是要持续买进才对不是吗 是 而且其实投资的那笔钱 你没事别去动他 就如果你现金还可以活下去 那个我讲一个很可爱的研究 我一个博士生传过 但这是未经证实的 因为他是一个梗徒 但我觉得蛮有趣 他说日本研究发现 投资成功的两种 一个是买了就忘记的 一个就是死掉的 变成信托的 那个绩效就很好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忍不住要去动他 而且好像克制不住自己的理性 这就好像我说买巴菲特 四十万美金一股很贵 我也明明知道 他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 他就是一定会每年十几%这样成长 当然他有时候是赔的 可是你用十年来算他 用他的投资策略 他是一个正值 他里面其实也有一篮子的东西 可是啊 你真的看到他突然长很高的时候 还真捨 你知道忍不住我就是卖过 不是很想要卖 你还不是 然后卖了就追不回来 是啊 其实指数型ETF也是这样 很多人 课堂上学生 我在讲的时候 其实还七八十块 那很多人都买 买了之后就撑不住 就出厂了 现在已经快200 现在已经快200